哈喽 大家好 我是58岁的木子阿姨 女儿在她自己的琴房练琴 我找了一个离她琴房比较远的教室 跟你们聊聊天 这个视频就聊一聊 我小女儿她是怎样走上学钢琴这条路的吧 在女儿小学的时候 奇他工先主张女儿学二胡 我说那就学吧 这就学二胡了 奇他工刚开始 胸舅舅气昂昂的 那真是充满了激情 一到周六周天 她就拎着二胡 领着小女儿就去学二胡 不长时间 也就能有个三四个星期吧 就不去了 我就问她怎么不去了 奇他工就推脱 等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到了 我又问她 她说等再下个星期 一来二去二胡了 就不学了 过了一阶段 我一看也不行啊 怎么也得给孩子弄一个业余爱好嘛 对吧 就是个兴趣啊 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比较超前的 那个时候好像是 还是比较挺兴那种什么上网啊 什么之类的什么网链乱七八糟的 我记得那时的孩子好像都愿意什么上网吧啊 我就怕小女儿等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 再去网吧 我倒是没有那个先见之明 让她什么学个钢琴 学个什么电子琴 那是为了将来 为了这个饭碗 没有 就是想让她有个业余爱好 把她的时间呢 占的满满的 让她没时间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我经常听别的家长说 什么孩子什么上网吧 如何如何的啊 我就是怕女儿到上初中的时候啊 大了啊 管不了 所以呢 我就想给她找一个业余爱好 把她的时间占的满一点 如果这个爱好 她要是很喜欢的话 她不就没有那些闲心啊 去关注别的了吗 就这样 我跟启发工说 哎 嗯 让咱家那个小不点 学个电子琴吧 启发工说 学电子琴呢 学钢琴得了 我说拉倒吧 学什么钢琴呢 钢琴还贵 买钢琴还挺贵呢 学个电子琴有个爱好就行了 好 就这样 我主动啊 就去给她找了一个 学电子琴的老师 第一堂课啊 就是第一次见面 我和启发工跟小女儿一起去了 这个老师 当我们俩的面就说 既然要让她学电子琴 还不如直接到位学钢琴吧 学钢琴将来呀 高考啊 嗯 还能加分啊 你要是学电子琴呢 怎么怎么的 就是说啊 就是给我们讲了 一大套 这个学钢琴和电子琴 他俩的区别 这启发工呢 就被动摇了 就跟我说了啊 行行行 那就学钢琴吧 就这样 没办法 我降不过旗卡工啊 如果我要是就不让他学钢琴 将来他会赖我的 啊 孩子的前途就毁在你手里了 我怕埋怨呢 不就买一架钢琴吗 那就学吧 就这样 嗯 在小学的时候 我记得是花了两万多块钱啊 给孩子买了一架钢琴啊 买上这个钢琴呢 我就跟孩子一起上套了 我就一直陪孩子上这个钢琴课 就等于我也学了这么多年的钢琴是一样的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劲啊 我不干就拉倒 我要干 我就是投拱地啊 我也要给他坚持下来 我就给他干出来点小名套 不然我就别碰啊 我连动都不动 啊 这个钢琴呢 就落到我的肩头上了 无论是哪个老师教钢琴 孩子在那学 我就在旁边啊 坐着等着 陪孩子一起学呀 就这样的 一直坚持到今天晚上 还是这样 小女上初一的时候 我们家就搬来大连了 因为刚来大连嘛 就是人上地不熟的啊 这么大的大城市 你说到哪去找这个琴行啥的 我也不知道 哎 说来也巧啊 我我们师班的那个私琴啊 他家的孩子学钢琴 我就打听他 他就说教的挺好 在那在那 他就把他家孩子啊 就是那个钢琴老师的微信 推给我了 就这样 我小女儿呢 又去跟了这个老师啊 又去接着啊 学这个钢琴 跟这个老师啊 学到什么程度呢 啊 考完级啊 考了个实际证书啊 考完了 就又 就是扔下了啊 这是初一 等到初二的时候吧 我呢 就又给小女儿 找了一个那个 寄信伴奏啊 教寄信伴奏的那个老师 我为什么给他 找个寄信伴奏呢 我的要求特别低 我就想 就是说 好比说 我们只要拿出来个谱子 唱歌 小女儿 拿出来 他就会弹就行了 那个时候都没想到 还要考什么音乐学院呢 什么艺术生啊 压根都没想 我就给他找了 这么一个老师 也就带着拉拉的学着 一眨眼 女儿就上初山了 初山时候的某一天 我就突然 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他是开琴行的 我到他琴行去了解情况 因为他的琴行 里有家很近 虽然女儿 就是他上初山了 我是不想让他 把这个钢琴呢 就这么扔了 那么就半吐而废了嘛 我就跟他聊天 说 哎呀 那这不是面临中考的吗 那准备 就是往哪个学校考啊 他就建议我 他说 让你女儿考艺术高中呗 不然的话 这钢琴就白瞎了 考个艺术高中 他将来下来 有个一技之长 自己开个班了 或者是给人家打工啊 还是考个什么师凡学校 下来当老师 都可以的 特别好 我在他的开导之下 他帮我 又找了一个钢琴老师 这个钢琴老师就教孩子啊 就是考高中的时候 往这个功力艺术高中考 其实我的要求一直都很低 我就想让女儿中考的时候 往我们大连附近 有一个瓦师学校啊 想让他考那儿 下来呢 就当个幼师就挺好的啊 那个瓦师学校呢 也是功力的 专门培养幼师的 花钱还少 并且呢 说是怎么的 好像是还包分配呢 就是专门培养幼师的 正好我小女儿 她会钢琴嘛 她才可以抱这个 要是没有什么特长的话 可能还抱不进去 这样我就咨询 小女儿出山的班主任 没想到 班主任跟我的想法一样 她也同意 但是教女儿钢琴的那个老师啊 她听了我的想法之后呢 她不同意 她说那个不行 学历啊 太低了 那不行 无论如何 也要上大学 我说那你看 她又是考大连试的这个 功力艺术高中 能考上吗 这个钢琴老师说 她肯定能考上 就依她的这个 现在这个水平啊 我这么教她 她就按照我的方法 肯定能考上 我担心呢 我怕考不上啊 我们家是从那个通话室过来的 这大连试这么多孩子 这竞争啊 你说这么激烈啊 你说怎么能考上吗 我就跟老师说 我说那考不上 那不就完了吗 我说那个瓦斯 不也就耽误了吗 他说我给你啊 打网票 如果考不上啊 我就找人啊 让他上什么什么什么 哪个学校 哎呀 我还是不放心 他当着我的面 就把电话掏出来了 就给那个学校校长打电话了 这回我的心放肚子里了啊 没想到中考的时候呢 我小女儿就很顺利的 就考上了这个大连试啊 唯一的那么艺术啊 功利艺术高中 哎呀 把我们家的人呢 都乐坏了啊 我弟弟啊 还有我妹妹啊 他们还有我老妈 真的都给我小女儿了不少的钱 给奇葩宫也乐得都不行了 当时拿到通知书的时候 奇葩宫抱着我小女儿啊 在我家客厅转了好几圈啊 我小女儿就是这样误打误撞的 走上了这条钢琴的道路 根本就不是说 我们父母有先见自明 从小刻意的培养他 走这条路 不是的 你说人家自己考上了 你做父母的你不公啊 有多少孩子啊 考不上啊 父母拿钱托人走后门念的呢 那你说孩子自己考上了 你做父母的不公 那不是混蛋吗 聊到这儿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